Colid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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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們的釋輔器裡 我們總共分了四個部分 第一个,电源打开 像这里,我们把资讯3的电灯打开之后 可以看到线上即时这边显示出来资讯3的电灯是开的 再来到用电查询这里 我们则是可以观察到电力的消耗、日期和时间 最后我们也可以从伺服器这边把电灯给关闭 当我们连到蓝牙以后 就可以从远端控制电灯的全开或全灭 还可以透过单颗点击与滑动的方式来控制需要用到的电灯 我们还做了自动调光 它可以根据受到的光线而变暗或变亮 单颗的调光 则是为了让不同位置的人 不会因为阳光照射不一而感到太亮或太暗 放一分钟 让它可以平等下来 使用起ansa decide 变暗中的人 就用下来 从中间调光照射不一而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